来看一道经典的差倍问题 方框除以三角等于4与8 方框减三角等于59 求他们俩分别是多少 很多孩子拿到这样的题都是懵的 老师教你们一招 画图法轻松搞定 首先来看方框除以三角等于4与8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方框是三角的四倍还多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段线段来表示 三角方框是它的四倍 所以方框就要画四段一样长的 好 接着还多8 那后面这一小节多的就代表8了 接下来再看方框减三角等于59 说明了方框比三角多了59 那多的59 也就是后面这一段 这一部分就代表是多出的59 那您看59对应的是三段还多一个8 是吧 那么我们用59减去多出的8 这一个呀代表的正式完整的三段 那我要想求一段的话呢 就再除以3不得了吗 等于17 所以一段的三角是17 方框呢 哎 方框在17的基础上 再加59 嗯 等于76 所以方框是76 好 你学会了吗 关注老师解题更轻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